政府機關如果說 他有任何的施政的要點跟內容 被誤解了 不管是所謂的名嘴 評論員 或者是節目或是新聞 他都可以澄清 現在我們就請導播直接看這張圖 朱學文他所講的是說 現在有一筆將近400億 然後要發給你 當時是這樣 我們在討論這件事情的基礎是 行政院現在已經先喊停了 後續怎麼樣還不知道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朱學文的發文是講說 這些東西有來自你我的薪水 所以大家難道不怒嗎 財政部他發了一個文告訴你說 大腦是個好東西 所以證明朱學文你是無腦的 他還講說 不要成為萬惡假新聞的幫兇 所以這件事情變成是假新聞了 幾個來源的確45.25%是銀鎖稅 然後接下來營業稅是23.16 第三大才是綜合所得稅 也就是你我薪資所扣的稅 所以沒有綜所稅嗎 也有 後面還有 後面還有菸酒稅 所以抽菸的人也會覺得 我被剝奪了 去年也超收 今年也超收 應該是說往前 就是2017 2018都有 為什麼2017年 我們討論過了 2017年超收又沒有想要發 你今天政府有錢可以來多出來 可以做建設 或者去填補一些財政缺口 OK 可是你要直接發錢 這麼幾天以來 主要討論的內容就是 所以現在變成是 其實有點轉移焦點就是說 我們要發錢這件事情 OK 不討論了 但是你說這個錢來自於薪資不對的 你這個錢應該是來自於營所稅跟營業稅 可是你明明第三大來源 還是有18.6%是綜合所的稅 所以的確也含著你我的薪水 所扣的這些稅 民眾的想法是一回事 你現在的財政部的說明 我覺得如果他認為這樣子會誤導 大家以為所有的來源都來自於 你我的薪水的稅 我覺得他說明應該也是適切的 可是說明就說明 你還要來一個大腦是個好東西 好像別人都無腦 之後你才有腦 然後總統小編發文也講說 撿到槍 家親不用撿到槍 使用網路的語言 其實是貼近年輕人的一個好方法 的確 大腦你知道什麼叫撿到槍嗎 不知道 我已經落後了 所以這個溝通無效 對你來說無效 大腦是個好東西你知道嗎 我都說腦殘 還是無腦 大腦是個好東西 本身這句話 大腦本身沒有好會 對 大腦是個好東西 光是這句話就是網路用語 撿到槍三個字也是個網路用語 都會有 網路上的網民看得懂這個字 但是你要貼近網路上的使用者 讓他瞭解你的發文 可是是不是需要到這樣的程度 就是說除了說明清楚之外 還順便罵人 對 其實基本上就是在互嗆 簡單成是互嗆 朱學元他也是網紅 他也不會今天這個事情結束以後 他就不再跟你 就是對這個事情就結束了 所以就變成是政府 跟意見領袖在互嗆 這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說 討論就討論為什麼還要變成 是萬惡假新聞的 這個所謂的幫兇 在這裡面的確也是含有薪水 也是含有 你是假的 你無腦 就是這個意思 這樣的話對這個事情的釐清 其實並沒有什麼幫助 當然我也看 這個網路上的PO文 有4900個分享 很多人都認同了 但是問題是對於這個事情的釐清 我覺得我們今天這樣節目講 不是更清楚 你用一種PO文去告訴大家說 你說有薪水 你無腦 可是你貼出來的內容 的確也是含薪水 我也不知道這個東西 這樣子你去嗆別人 大腦是個好東西做什麼 顯然我剛剛所講的兩件事 就是財政部的小編 大腦是個好東西 總統府的小編講說 家庭不用撿刀槍 撿刀槍我跟大腦報告 就是現在網路上很多人喜歡玩手遊 也有電腦 就是所謂的大逃殺遊戲 基本上他一開始 他到了一個地方以後 他是沒有任何武器的 你可能撿到手遊彈 可能撿到棍子 可是當你撿到槍的時候 你可以把其他人殺掉 這個其實小朋友 這個現在才8點多 晚上不要去玩那個遊戲 是暴力遊戲 但是網路用語就是 如果講Cue the book 可能大家就聽好幸運 我有一個很棒的東西 撿到錢不是更簡單 撿到錢燒不了對方 撿到錢沒有辦法存活下來 可是我是加薪 我就是撿到錢我就加薪 所以撿到槍這三個字 就是個網路用語 曉得撿到槍這個網路用語的 占全總人口的百分多少 我們不要再放這個網路遊戲宣傳了 不過對於在政府來講 現在年輕人流失是最嚴重的事情 沒有過半 這個是很少 所以你政府不要跟著跟風 不要跟著起舞 我覺得朱學生的第一時間點 就是不夠精準 財政部擺盜了 然後可以回應 可以修正 可以怎麼樣 都可以 但是你不要情緒到 最後還要質疑人家的大腦 到底是好不好 對不對 你這個政府不需要 第一 政府不需要跟一個網紅 不需要跟一個什麼神鬥嘴 對不對 你已經把自己做小了 而且人家也看不起 但是我覺得這個不是重點 因為這個不是第一年我們有操縱 我們以前操縱五 六年 而且今年不是最高 所以有違的政府應該去檢討 為什麼我們每年操縱 這個操縱 要做稅制上面的調整 把這個操縱當 這個是其中之一而已 因為這個營所稅的百分比調升 這是最劍的事情 我認為 是從17%調到20% 對 我覺得是我們政府 對歷年我們對這個稅積 或者這個稅源的估計有問題 那你就要趕快修正到 不要每年都操縱這麼多 甚至上1000億以上 還有第二點 你現在蔡政府因為民調低 而且現在是選舉年了 你現在有點緊張了 目前看到這個錢那麼多 見列心是說這拿來用 拿來發不太好 我覺得這個就是一個 很幼稚的行為 我覺得這個整個四五年來 怎麼處理的 你第一個要先問你自己 同樣的政府 你過去去年 前年 你是怎麼處理的 理論上講 如果要嚴守財政紀律的話 這種情形發生 你要嘛就是下一年度 下一年度的這個收支 中央收支 你要調整這個起薪稅 就是借薪債的部分要調低 或要嘛就是你長舊債的部分 要弄高 這個就漸漸拉平衡了 你不能說 就先處理債務的意思 對 然後你現在人家罵你 因為你說3萬塊錢給 以下給紅包 3萬塊錢以上不給紅包 這個也是非常奇怪的 因為我們差不多接近50%的人 沒有交綜合手的稅 所以這個接近3萬塊 而不繳的人 其實是占便宜紅包 占最多的 而超過3萬塊的人 其實他開始要繳稅了 超過50%開始要繳稅了 你現在反而分不到錢 這個本來你們想的不夠周延 所產生的這個相對剝羅感 這情況非常嚴重 但是現在我認為 不要去講這些自知解決 我回去看我的臉書 過去一年來我都有檢討 為什麼蔡政府做什麼事情 不管大小都錯 這個每次都錯 是有它的一以貫之的脈絡可循 你笨也不能說每次都笨 所以我認為歸根結底 我在去年七月我寫了一篇 這個是一個不會包粽子的婆婆 你知道嗎 蔡政府 五日這個交 端午節到她要包粽子 她包得不像樣 然後她又請了一個 不會包粽子的媳婦 這個媳婦又搞了一個 不會包粽子的團隊 所以你不但不管搞什麼事情 你這個粽子包起來就是不像樣 所以蔡政府應該去調整說 我的人怎麼這麼不行 這些人都是我找來的 還有這些不行的人 為什麼我在朝起開會的時候 怎麼都講這一些誤導我的話 還有他要回去要檢討自己 為什麼我 我的腦筋也不好 我大腦也有問題 因為我也是腦殘 為什麼他們講不對的事情 我也相信了 那最後是我做判斷 是我做決定的 一下子全國老百姓 都曉得我們是錯了 然後我們要罰家彎 我覺得一次 兩次 三次都沒有關係 你一而再 再而三這樣的話 你就是打自己的臉 你就花錢要發紅包 結果你不但沒有得到 你想要得到的聲譽 而且反而傷了你自己 這樣的 我在這裡非常嚴肅的警告 我以前民進黨的同志們 現在我反對小英尋求連任 為什麼 這跟黨派 跟派系 跟國家未來都 不是說沒有關係 但關係不大 就是說這麼無能的領導人 然後這麼無能的團隊 三年大家已經看得夠清楚了 已經受夠了 類似的事情 他一定會犯同樣的錯誤 那你還要讓他繼續下去嗎 對不對 所以你要加入四大佬聯盟 你為了自己 不 四大佬的動機 跟我的動機不一樣 四大佬就是說你讀得不夠 台灣會丟掉 我告訴你一個很吊骨的現象 你都沒有看我的臉書 我的臉書有寫 現在老共的 老共的 紅的 網紅 或者是這些五毛黨 他們好喜歡蔡英文 他們蔡英文讀得好 讀得好 因為你讀得好 台灣我們可以很快的到手 你看這個大陸的五毛黨 跟我們的台獨四大佬的看法 剛好相反 同樣一個小英 是讀得不夠呢 還是讀得太過分了 為什麼兩邊喜歡他的道理不一樣 但是結果都是台灣會丟掉 台灣怎麼小英好像 你看小英有多難做 兩邊看小英是兩樣情 你知道嗎 都覺得你來搞 不管怎麼搞 台灣會丟掉 這個太奇怪 好啦 就算兩個 其中一個對就好了 所以我覺得民進黨 真的是要好好考慮 你到底席次不要掉太多 還是成績不能太壞 對國人沒辦法交代 還有你真的對你自己的良心 像這次發紅包的事情 你看像蘇贈寧裡面的 所謂男性委員 這個我們也曉得是誰 連他都看不過去 很多人都看不下去 自己人都看不下去 但是如果你還是一直要讓小英 再連任的參選 那不是同樣的戲碼嗎 但是我覺得他們 其實心裡也沒那麼笨 他們曉得小英是不會連任的 所以小英不會連任的話 你是說不會參與 他會參與 但是沒有辦法連任成功 對 到目前的情況的話 因為這個建制派 建制派就包括七個大哥 或者這些新上任的 保皇黨 這些就是說在圈子裡頭的人 他們因為沒有人敢竭竿起義 所以就借空的口調的就好 我們讓我們大陸很緊張的 但是外面有人來捅的時候 我們就要團結一事 那並不見得說他們挺小英 因為他怕如果現在不挺小英的話 恐怕這個後果更糟糕 但是他們心裡有數 恐怕小英也不會連任 所以我剛才講了一大多位 擔心的其實恐怕也不會發生 因為他不會連任 所以好像也無所謂 你不知道他最近聲勢大獎 但是這個 不 聲勢不等於選票 你看今天又有一個民調 不過那個民調機構我不太相信 蔡英文的民調是很低的 還是很低 所以你大家不要去相信說 聲量就等於選票 這個絕對不是 大家都誤導了 你曉得最近聲量還不錯 聲量還不錯的 孫安卓 所以孫鵬跟那個低音 是不是要很高興 這個可照之才 對不對 說館長的聲量也不錯 大家不要誤會 尤其你們新一代的 剛剛興起之秀 你不要誤會聲量就是選票 但是問題是 現代的情況 民進黨真是六神無主 不曉得怎麼樣才好 像這種好事也把它變成壞事 這個難道不應該想想看 冒個風險也好 或者是說要有一點銳氣 雖然打敗了 也要有一點銳氣 有一點陰氣 有一點說我不來誰來 還有說雖千萬人無亡以 或者是以天下為己 搞一點點這個像樣的東西 要不然你只嚇死 嚇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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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怕會落散 說不會落散就好了 我覺得民進黨走到這一步田地 真的是我死掉所謂級 所以我十二年前就離開這個黨 你看多厲害 這個叫有先見之明 十二年前就有先見之明 不過你剛才那一段是在呼喊賴清德嗎 我認為是這樣 因為賴清德這個人的個性 我昨天有講過 所有的人的所作所為 包括我們現在國民黨新當選的 三個大牌 就新北 台中 高雄 三個市長到目前為止 兩個月的施政風格 在三個都市的表現 你覺得跟什麼最有關係 跟國民黨有關係沒有 因為他們三個人不一樣 三個人搞出來的施政 到目前為止也不一樣 所以跟國民黨沒有關係 跟派系有關係也沒有 跟男女也沒有關係 因為兩男一女 什麼都沒有關係 跟誰有什麼有關係 跟個性有關係 你不覺得侯友宜的施政風格 很像侯友宜的那個樣子 盧秀燕很像盧秀燕 韓國瑜很像韓國瑜 那你這有講跟沒有講又一樣 侯友宜的施政 很像侯友宜那個樣子 什麼意思 侯友宜已經競選了那麼長 侯友宜是什麼樣子 你難道還心靈不有數嗎 顏遠之 侯友宜是什麼樣子 不是 連你都不知道的事情 大腦已經知道了 不是 因為昨天 因為昨天有人批判這個韓國瑜 尤其是他的 韓國瑜是什麼樣子 官傳局長 就是說沒有把成功的競選模式 轉成不一樣的施政模式 這點我是不同意的 因為這個韓國瑜就是韓國瑜 那個 侯友宜就是侯友宜 潘洪秀燕就是秀燕 潘洪秀燕就是沈大勞 潘洪秀燕很有沈大勞的樣子 我再怎麼想要修正我的講法 讓大家有種新鮮感 不會轉台 但是這個又經過很大的努力 你知道嗎 因為你看我一個禮拜 也上四次電視節目 要講的真的讓人家 每次都有新鮮感 每次都說很不容易 所以一個人的個性 一個人的個性 是決定一個人的命運 一個領導人的個性 決定他的施政風格 決定這個國家 這個團體的未來 這個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才講說 今天不是為了民進黨 個人的著想 為了國家 因為他就是不行 你有民進黨 民進黨我現在挑戰你們 任何一位都 你出來告訴我 小英行 有人敢這樣講嗎 小英行嗎 小英就是不行 就很簡單的道理 不行的人你還讓他選 你就是怕 你怕如果換人更糟糕 要怕到這種程度 我才真的是越想越傷心 會不會 有 真的嗎 也不是